严肃部工厂,轮到我上场 我是李汉杰,目前人在吉隆坡 今天我要讲的讲题是 天使就在细节中 首先,我们先来讲个故事吧 在二战时期 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将军叫做 骷隆山将军 当时日本已经攻占了菲律宾 美国非常不服气,想要伺机反攻 日本的元帅非常担心 他就跑来问骷隆山将军 将军啊将军,你觉得美国几次 会来攻占菲律宾呢? 骷隆山将军不慌不忙地打道 我们要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看美国的医疗股 如果医疗股上涨 就意味着美军正在囤积大量的军事医疗用品 其次,我们可以看他们的纺织股 如果纺织股下降 就意味着毛衣跟寒衣的销量下降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政府正在从这些寒冷的欧美地带 调动更多的人员来到了亚洲的炎热地带 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看美国的电影票房 票房下降 就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 被调到亚洲去作战 所以,从以上种种的细节当中 我们就可以判断 美国大概会在明年1月的上旬最后几天 攻占菲律宾 那历史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没错 美国就在1月的9日攻占了菲律宾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 人们常讲 魔鬼藏在细节当中 细节做不好 那事情就会一塌孤独 但其实天使也藏在细节当中 只要你细节观察得到 那你也能够找到帮助你的天使 就像是这个将军一样 这个将军厉害的地方 不是他预测神嘴 而是呢 他能够不是从那些什么情报网络 或是间谍获取信息的方式 来拼凑出这个内容 而是他可以从一点又一点的细枝末节的讯息当中 去窃取有效的这些策略 从而呢 能够判断出美军几次登陆 是的 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细节 是我们往往会忽视掉的 希望听了今天的演讲之后 你也能够重新的去打开眼睛去观察这些细节 搞不好你也能够从中发现出能够帮助到你的天使哦 谢谢